大家好 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 如何使用火湖浏览器 自动播放YouTube高画质影片 YouTube就算在官网的设定网页里面 设定了自动使用高画质影片 但是如果在预设检视模式聚焰模式下 YouTube还是会使用低画质播放 影片画质就会很差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火湖浏览器的扩充套件 来自动播放高画质影片 首先打开火湖 选择精选扩充套件 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下面的程式名称 程式名称可以到这个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 直接Copy就可以了 按下右边这个按钮 选择允许 选择立刻安装 这个就是可以设定自动播放YouTube高画质影片的程式 选择影片画质 因为我的萤幕最高画质只支援1080P 所以我选择播放1080P 如果影片只有低画质没有1080P 这个程式会自动使用那部影片的最高画质播放 影片大小可以按照你的习惯自己选择 我习惯是用预设值 关闭注解 不建议关闭注解 因为注解是影片的制作者 想告诉你其他的相关资讯 自动播放 是进入影片视窗后 要不要自动播放影片 音量 是开启影片后音量的大小 盘录式影片 是指有些部落格会使用YouTube影片 如果进入那些网页时的设定 一般 也是指进入部落格播放YouTube影片时 是不是要开启那部影片的描述资讯 这样子就设定完成了 这个程式很稳定 就不再做测试 大家可以自己玩玩看 做好设定 让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你想要的画质来观赏MP 谢谢